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莲花印尼的弟子 卢师尊佛安 愿师尊师母健康长寿 首先非常抱歉,弟子用化名 莲花印尼弟子请教卢师尊 归一真佛中的弟子 要变成瑶慈金母的棋子 是否还需要另外的仪式 或归一来连生佛活就已经是瑶慈金母的子女了 因为真佛中是瑶慈金母的圣意所穿 归一来真佛中等于金母生了我们的慧命 瑶慈金母是出生五百万未来佛的佛母 五百万代表无数 感恩根本丧失,莲花印尼弟子,何时? 他的意思是讲说 好像要当瑶慈金母的棋子 我们讲瑶慈金母的棋子 我们讲瑶慈金 台湾话讲瑶慈金 就是棋子 棋子跟棋你 男的就是棋子嘛 你的就是棋你 你还需要另外的仪式吗? 还需要另外的仪式吗? 这个 关于这一点呢 我拿台湾为例子 因为瑶慈金母他有显化在花莲 台湾的花莲 那里有一个纪念碑 纪念碑他下降的地方 听说也是给一个木桶吧 这传说而已,民间传说 瑶慈金母下降在台湾花莲 在吉安乡吧 是不是吉安乡 我不知道是不是吉安乡 不知道有没有错 总之是在下降在台湾的花莲 那听说是给一个木桶看到 好 后来呢 那里的人门就盖了一个慈慧堂总堂 那祖尊就是瑶慈金母 祖尊就是瑶慈金母 那么旁边呢 又盖了一个这个圣安宫 是拜王母 王母娘娘 是圣安宫 圣安宫 拜王母娘娘 就是在那个纪念碑的旁边 所以瑶慈金母呢 就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瑶慈金母 慈慧堂 慈慧堂的是瑶慈金母 圣安宫的是王母 王母娘娘娘 那下降在花莲 我去花莲洪华的时候也有去 他们安排我去慈慧堂总堂 去了以后呢 那里的理事就知道是我 然后请我 然后请我给这个慈慧堂总堂的瑶慈金母 做加持 我做加持 就像我在加持我们雷藏寺的瑶慈金母一样 那慈慧堂总堂的瑶慈金母 我是有做加持 然后我又到了那个慈慧堂 花莲的那个慈慧堂 慈慧堂 慈慧堂 因为我当初的时候啊 是慈慧堂的那个基欧堂 跟这个 那个我们那时候叫做基欧堂 我们讲基欧堂 基欧 就是日本名字叫做千代 叫千代 他的本名叫林千代 我那时候在书上写的是 他穿着轻衣 因为慈慧堂的人都穿轻衣 那圣安宫的王母 他们穿的是黄色的衣服 穿防衣 慈慧堂的穿轻衣 他们有分 有分的 那我也到了慈慧堂 我很早的时候啊 我很早的时候啊 我是在义房宫 姚慈基母给我开天眼 然后让我知道很多的事情 所以才开创了 这个我们真活动 是这样子的 当初的时候在当场是就是 灵千代就是基欧堂 就是基欧堂 那时候在的几个师父呢 就是基欧堂 那义房宫的住持 师费灵法师 还有一个阿牙姑 我们称为阿牙姑 另外就是一个阿连姑 三个 还有一个 一个男的叫喜天士 喜天士 这几个人当场都在的 阿牙姑说 阿牙姑说 要是基母忽放我 忽放我的时候 他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 卡子 卡子是我的乳名 卡子 日本名字 就是圣燕的圣日 圣日叫卡子 所以我的日本名字 我的卢圣燕就是 罗卡子一口 罗卡子一口 就是卢圣燕 日本人 日本人叫 罗卡子一口 那时候是基欧堂叫我 他说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卡子的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叫卡子 所以我妈妈就跟他讲 卡子就是我的儿子 那基欧堂就说 瑙子金母要找我 那时候我也写在书上 大家也看到 要找我 找我做什么呢 他说要找你去洪华 要找我去洪华 他说已经找我很久了 现在终于看到我 所以要找我出来洪华 我说我什么都不会 那时候 那时候 基欧堂就讲说 你跪下你就会 跪下就跪下吧 就跪在这个 谈诚面前就跪下 合掌 所以就 就让你看到了 就是这个样子 那时候 那时候我也想说 那 瑙子金母收你当这个旗子 也是要收我当旗子 基欧堂说 不行 他不是旗子 因为我妈妈是旗女 那我不能当旗子 那当什么呢 我就当旗孙 我妈妈是旗女啊 我妈妈早就是拜瑙斯金母了 他早就是瑙子金母的旗女啊 那我怎么可以当旗子呢 所以我就 变成晚辈 就成瑙子金母的旗孙 那你们的中和中和弟子 要当瑙子金母的旗子 是可以的啦 可以 没有关系 可以 那我就是你的孙呢 这个论辈分是这样子啦 论前后啦 当然是我先 你后 论辈分 当然是这样子 因为我母亲已经是旗女嘛 所以我当然是旗孙啊 问题就是这样子 生活中的弟子要变成瑙词金母的旗子 是否需要另外有遗鬼 仪式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仪式啦 只要那时候说你要当瑙词金母的旗子 这个旗子很简单啦 你半杯 瑙词金母应你 说 好 我收你当旗子 有杯 你就是变成旗子了 是这样子的 其实要不要什么 皈依啦 连生佛佛就已经变成瑙词金母的旗女了 也可以这样子讲 那你们归依师尊 如师尊 就等于瑙词金母的旗女 也可以这样子讲 那你们要特别说 要请示瑙词金母 说是不是 瑙词金母要不要收我当为旗子或者旗女 你把杯吗 有杯的就行了 就是了 把没有杯 你明天再来 明天又没有杯 后天再来 总之把到有杯你就行了 行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 他这个问的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其实大家 他已经以瑙词金母为他 因为他这个生活中是他 先他创造 他创出来的 他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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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的 他问的问题很简单 是可以的 尤其瑙词金母 大部分来讲 穿轻衣的 都是他的旗子跟轻衣 慈慧堂是这样子 都是他的旗子跟轻女 每一个都是 因为按照他的经典里面所写的 九六炎林 这个洒下来 也是瑙词金母是众生之母 瑙词金母是众生之母 不只是我们生活中的 不只是我们生活中的母亲 他可以讲他是众生之母 按照道经里面所写的 九六炎林洒下来 是瑙词金母撒下来的 所以每一个人 几乎都是瑙词金母的 旗子跟旗女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分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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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